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好 我们东升全国亲爱的同学 大家好 第二位是陈一群分析师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盘面上怎么做观察 先来请教张大文分析师 股市赚钱 其实你必须要有正确的观念 然后正确的操作策略 正确的方法 你才能赚钱嘛 但我相信绝大部分 90%以上的投资人来找我 几乎99% 每个持股一摊开 十几档 二十档 甚至有的三五十档 不夸张 真的是如此 然后股票一爆都是爆十几年 二十年 然后动不动就是国具两张 可乘两张 红海两张 什么都两张 开杂货店 你这样会赚钱吗 善诞打鸟会赚钱吗 我一直在强调嘛 你乱买 股票乱买 满手套牢 最后下场就是满手套牢 唯一你要看懂主流 锁定主流 然后懂得重压大买 你才能享受大波段的活力 那锁定主流不是用拆的 对不对 我想主流必须什么 你从大户筹码结构去掌握 到底大户在干什么嘛 这很重要 很多投资人股票 每天看一大堆消息 买了一大堆 你问他你的股票到底筹码结构 大户是进货还是出货 搞不懂 那你这样怎么会赚钱呢 大户出货你傻傻的买 对不对 我想台湾的悲剧 宏达店从一千三 多少人傻傻的买 跌到六百还在买 跌到两百还在买 后来跌到三十 所以操作股票你不能开玩笑 你不能说拉回来便宜就买 那你要搞清楚大户在干嘛 如果大户进货 那当然拉回来你要买 将来股价会大涨 但如果大户出货呢 股价是要怎样 崩盘大跌 你不要开玩笑嘛 对不对 只有锁定主流 重压大买 你才有资格享受 后面大波段的获利嘛 对不对 乱买股票买手套牢 锁定主流 你才有资格享受 波段的获利 那今年三月份 我们带着全国同学 重压什么 金像电 联发哥 玉君光 对不对 自己看看 金像电 金像电来三月份 导播金像电打一下 从三月份 大家自己看一下 对不对 三月份的十几块 嘎到六十 是不是一百万变六百万 你自己讲 玉君光看一下 从三月份 对不对 是不是三百 嘎到八百 是不是三百万变八百万 联发哥 从三月份 两百多 嘎到七百 是不是两百万变七百万 对不对 但投资朋友 你赚钱了没有 今年真的很悲惨 百分之八十的股票 根本就不涨 百分之八十的股票 根本不涨 来 我举个很简单的 导播大盘K线 从四月份 四月份打出来 四月份 对不对 再大一点好了 四月份万点 万点附近 四月份 对不对 四月底万点附近 导播再缩小一点好不好 万点 怎么一跳了这么多 四月份万点附近 又嘎到一万三 又涨了快三千点 涨三千点 你以为都赚钱吗 很多投资人 傻傻地重压国据 来导播国据打一下 自己告诉我 二三二七 你自己看 台股涨三千点 所有有国据的人 你告诉我怎么办 四百二跌到三百二 十张是不是赔一百万 二十张是不是赔两百万 对不对 这就是今年的悲剧 你说国据 还有投资人 国内最喜欢的可乘 看一下可乘 二四七四 你看看 两百四杀到一百八 台股创历史薰高 你十张赔六十万 二十张赔一百二十万 你怎么讲给谁听 没有人了解你的苦处 只有张老师 我很清楚 因为这些都不是主流 对不对 你可能说这些股票 张老师这个不赚钱 我给你看台湾最赚钱的 叫大力光 来看一下大力光 多夸张 多少有钱人 十张二十张 你告诉我 大力光五月份四千四 现在杀到三千四 十张赔一千万 台股创历史薰高 所有有大力光的 而且这是台湾最赚钱的公司 抱歉 十张赔一千万 照样赔钱 五月份当时 很多人跟你讲四千金 四千金 我给你看信华好不好 来信华看一下 自己看 一千五杀到一千 台股大涨三千点 所有抱信华的 十张赔五百万 张老师跟你讲 都是很实在的事情 有的人说 我抱传产基优股 那你看台数好不好 台数看一下 八十九杀到七十几 所以今年的行情 我跟你讲 真的 你不保 你不懂得买主流 涨了四千多点 我跟你讲 僵尸股 失衡遍野 百分之八十 投资人都在赔钱 没有几个台面上 老师讲得出这种东西 每个都什么长得跟你 歌功颂德 那你去买 全部套牢 好 你跟我们三月份 金像店 玉君光 联发科 是不是三百变八百 六月份 重压 金星科 创意立基 光立基就好 导播立基看一下 从六月份 立基六月份 四九六八 你看看 从六月份 你看一百多 又嘎到两百九 所以你看 我们锁定的主流 党党喷出大涨 好 重点来了 对不对 我讲大物筹码 泄露天机 大物出货 股价是要大跌的 七月份 公道一万三 创意立新高 所有财经节目 七月份 每个都在跟你 半导体是主流 联发科是主流 你买 你买 七月份 去买半导体 买联发科 你告诉我 哪个赚钱的 麻烦你举手 我看看 很可怜 全中华民国 我相信财经节目 现在数十个 上百个 七月份 全中华民国 有哪一个财经专家 告诉你 小心大户出货 你告诉我 除了张大文 七月份 有第二个老师 讲这个话吗 没有人看得懂 我跟你讲 每个都傻傻的 七月份外资还有什么 联发科目标价 一千二 我说你倒霉了 我已经跟你讲了 七月份外资大户 我已经告诉你 大户在干什么 大户在干什么 出货 对不对 你不要以为中华民国的大户 你以为他们是吃素的吗 他不是吃素的 对不对 所以我七月份跟到一万三 创历史新高 我已经告诉你什么话 我已经跟你讲什么事了 台股创历史新高 你不要兴奋 你千万不要犯历史关键错误 什么是历史关键错误 大户出货你傻傻的买 你不就是历史关键错误吗 甚至我告诉你 七月份很多半导体IC设计 冯高要干什么 要放空 你看看我七月份 我带我们同学干什么 稳帽三百三十多块 告诉你要放空 你看看稳帽 十张是不是一百万 我们七月份 跟大家报告 对不对 未来社会大战 从七月份 我是不是带着全国同学 从七月份重压什么 就是Airport 七月份以来 我们只敢重压Airport商机 对不对 接下来到了八月 七月底八月初开始Tesla 所以从七月份以来 我们跟全国投资人 讲得很清楚 你要赚钱 未来社会大战 就是这两大主流 Airport跟Tesla 至于其他的IC设计半导体 你要懂得冯高要放空 我不讲别的 导播七月份 联发科就好了 你告诉我 所有全中华民国 七月份就好了 再大一点 七月 七月 OK 所有七月份去买联发科的 你告诉我 赚钱了没有 十张赔两百万 十张赔两百万 郁军光你给我看一下 郁军光看一下 十张是不是赔两百万 是不是两百万 没错吧 稳帽看一下 不是半导体是主流吗 十张赔一百万 这个金册 看一下 半导体 九百多 杀到六百 十张赔三百万 这不是开玩笑的 国具看一下 二三二七 四百二杀到三百二 十张赔一百万 七月份以来 所有听张老师的话 重压Airport 对不对 国内Airport谁 力训两大概念股 国内跟中国大陆 力训Airport的 对不对 Airport的主要代工厂 国内就是两家 一家叫做什么 美律一家叫宣德 所有七月份听张老师的话 去重压Airport 来导播看一下美律 你告诉我 七月份美律从一百三十多 杀到一百七 是不是十张三十万 三十张是不是一百万 主流重不重要 对不对 你如果没有买美律 你去买宣德也可以 来宣德看一下 自己看看七月份 还在七十几 今天一百三 十张是不是五十万 二十张是不是一百万 主流重不重要 所有七月份 你听我的话 去重压Airport 国内力训两大 对不对 概念股 就是宣德跟美律 这两党随便你买 到今天通通赚钱 对不对 美律来再看一下 是不是 十张是不是三十万 三十张是不是一百万 没错吧 对不对 再来给你报告Tesla 对不对 我说美股Tesla 今年创造奇迹 从四百飙到两千 涨了快五倍 涨了快五倍 今天我看到报纸 还有一个很大的头版 很多专家说搞不懂 我跟你讲股市的筹码 不是这些专家 你搞得懂的 对不对 你看懂筹码你就懂了 你看不懂筹码你就想不懂 为什么会长 对不对 你不懂筹码 七月份 为什么联发科跌两百多块 为什么郁军光跌两百多块 为什么文帽跌一百块 你怎么想也想不懂 对不对 只有筹码才能解决这些困惑 对不对 所有七月份听我话 重压Airport 你告诉我美律哪个今天不赚钱 美律二十三九 哪个不赚钱 自己看看 从一百三一百四 今天收盘还在一百六十五 没错 对不对 这就是主流 所以张老师告诉你 你要懂的主流是什么 当下的主流是什么 从七月份就告诉你主流是什么 就Airport 对不对 力讯概念股 美律宣德 对不对 宣德再看一下 今天还夸张 还一百三几 对不对 那再来Tesla概念股 来 从七月份Tesla概念股 高价股是什么 茂联嘛 来看一下茂联 茂联自己告诉我们 从七月份一百八十几 今天还两百四 你买Tesla概念股 你会赔钱吗 哪个人会赔钱呢 是不是一样十张五十万 二十张一百万 对不对 再来低价的Tesla 对不对 强茂 来看一下强茂 更夸张 七月份还在二字头 涨到多少 四字头 你告诉我赚多少 你告诉我赚多少 我们很多同学一百张起跳 对不对 七月份你随便买 对不对 一百张也不够三百多万 到今天还在四十块附近 你看看一百张 是不是要一百万 全部投资 你有没有看过 你看看强茂 好好仔细看一下 所以张老师 七月份以来苦口婆心 未来主流是谁 你要赚钱 主流你要搞清楚 AirPods跟Tesla 你不要说七月份 你满手半导体IC设计 你今天告诉我 哪一个活命 是不是很可怜 所以操作股票 你看看文貌 是不是十张一百万 对不对 金册十张两百九十万 郁军光十张两百五 联发科十张两百万 加登一样 这是半导体 台积电概念股 国具一样十张一百万 可怜 这是不是都可怜 对不对 原相也是这一波杀很凶 导致今天原相 我要特别提出来 原相这一波从247月份杀了80块 我知道很多投资人套在上面 你不懂得跑 不懂得跑的人 拜托现在最低杀到160附近 拜托你这里不要再杀了 为什么来导播 我们把它缩小一点 原相这里刚好杀到什么 7月份的起账点 再来原相今年基本面是OK的 但是股价这一次跟的IC设计 全部中杀 这没办法 这筹码面的问题 不是原相的问题 这是筹码面的问题 原相杀到160块附近的 今年不管怎么样 CS缺货 还有它上半年的获利 创了十年的新高 所以我必须很明确跟大家讲 你如果他才200多块投资人 你赶快来找我 好不好 原相这里开始会酝酿 跌生的反弹 反弹而已 听清楚 会谈到哪里 上面套牢的人 你赶快来找我 好不好 所以这一次最重要就是手中7月份 你没听张老师的话 你去碰IC设计半导体 我知道你现在套牢伤痕累累 现在大盘开始进行反弹 好不好 这些套牢个股反弹的关键压力价 你一定要知道 所以不论联法科 郁军光文貌 国具也好 原相 对不对 群联 环球金 所有套牢投资人 反弹关键压力价 好不好 待会你赶快拨电话进来 拨电话进来 好不好 今年以来 我们从7月份跟你讲的平盖 Airport 美律 130 140 重压三成 150 160 是不是看看 10张30万 30张你看看多少 是不是又100万 30张是不是又100万达正了 百万俱乐部再度达正 是不是 再来Airport 2号的宣德 你看看 80今天还130 还持续上工 对不对 再来齐立新是我们7月份 跟大家讲 我们唯一看好的一档被动元件 跟你讲这是补障 也特别叮盈 对不对 其他IC设计都不要碰 自己看看齐立新 我们7月份从80几 是不是嘎到110 所有清代50张是不是100万 30张什么60万好不好 这一次原因 齐立新当然也跟得杀下来 但是杀下来 自己看看 杀到91 守住前低的一个支撑的位置 短线 齐立新 今年不管怎么样 EPS高达8块 基本是OK的 所以原因 齐立新这一波 也会有一个反弹的契机 好不好 齐立新上档有套牢的 赶快来找我 好不好 趁着反弹 做一个解套的动作 那美股的奇迹 今年TESLA 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 茂莲 是不是8月份以来 创新高 对不对 那低价TESLA 从30块告诉你转多 30多块 8月20号当天 重挫500点 告诉你闭着眼睛买 对不对 闭着眼睛买 你看看 当天还嘎到40块 好不好 那这档低价的 从30已经嘎到40了 是不是 100张又快要100万了 好不好 TESLA低价概念股 颇段的一个操作 其实未来谁会涨 我们都讲得很清楚了 好不好 这一波TESLA的目标价 对不对 TESLA概念股目标价 会高到哪里 百万操盘俱乐部 欢迎全国投资朋友 共襄胜举 最重要的 你们手中套牢的个股 好不好 趁着这一波反弹 关键压力架 你一定要知道 你不要傻傻搞不清楚 好不好 这一波反弹关键压力架 IC设计半导体的 今天无论如何 一定要拨电话进来 跟上我们锁定下一波 概念股 好不好 大波段的获利操作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广怀 来就请张老师帮大家分析 欢迎回到大户筹码论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 恭喜我们全国同学 我们7月份一万三 公开呼吁全国同学 小心IC设计半导体 大户要干什么 出货 对不对 请大家重压什么 AirPods商机 还有TESLA商机 对不对 两大主流 那一再警告你 很多半导体IC设计 逢高要懂得干什么 像我们7月27号 甚至在全国电视媒体 跟你讲了 文贸333块 附近要干什么 要懂得放空 看一下 10张100万 金册10张290万 郁军光10张250万 联发哥10张200万 加登10张100万 国具10张100万 杀的这个 对不对 这个遍地惨乎乎 惨兮兮 好 这一波原相也杀得很凶 但它不管怎么样 今年上半年的获利 都创得新高 那股价又杀到全波的起账区 所以今天我倒是替原相 要讲一些话了 好不好 那手上套在200多块的 这里拜托你 不要再乱杀了 好不好 短线会开始酝酿 跌升反弹 好不好 手上有套牢原相的 麻烦赶快拨电话进来 跟上我们原相反弹的 一个行情的操作 那手中套牢如何处理 这个你一定要知道 好不好 我们把这些重要的 这一波IC设计半导底的 重要的反弹关键压力价 好不好 跟全国东城同学 一起分享 你一定要知道 好不好 赶快拨电话进来 这一波跟大家分享的 Airpaw还有Tesla 对不对 7月份分享的Airpaw 美率 130 140 你看重压三成以上 150 160 170 是不是30张又100万了 对不对 今天美率还在165块 是不是 所以7月份你重压美率 你告诉我 你怎么会赔钱 对不对 百万超盘俱乐部再度打正 同样的Airpaw 2号的宣德 看看是不是一样 10张50万 20张100万 再来跟你分享奇力星 这是我们唯一唯一唯一 看好的被动元件 从7月份80多块 一嘎20几块 50张也是100万 这一次跟着大盘回档修正 最低91块 手稳 短线奇力星会再度的一个酝酿的反弹 因为终究今年EPS高达8块 它是被动元件里面 本一笔跟筹码 唯一还是一个多头结构的股票 好不好 这一波奇力星会谈到哪里 希望上档有套牢的同学 也赶快拨电话进来 跟着操作 再来今年美股的奇迹 Miracle就是Tesla 从400嘎到2100多块了 好不好 这已经不用多讲了 国内Tesla商机 自己看看 茂连7月份以来 是不是再创波段的一个高点 再创波段高点 至于这档低价Tesla概念股 你是不是要好好把握把握 今年它获得了Tesla的认证 第二季的获利创10年新高 甚至上半年的获利 已经几乎比去年一年 对不对 已经跟去年一年一样了 所以今年的获利 一样会倍增的一个状况 从30多块 对不对 8月20号上礼拜 崩盘500点 我们10点多 全国同学把握大点便宜 B点金随便买 最低还打到33块多 34 35随便你买 好不好 当天现买现赚 现买现赚 好不好 短线从30嘎到40 当然开始面临40的压力 会进行一个整理 是合情合理的一个动作 好不好 整理之后何去何从 低价这档Tesla低价概念股 未来会涨到哪里 好不好 目标价 欢迎全国同学 想要把握大波段获利操作的 务必拨电话进来 共相胜举 好不好 百万操盘俱乐部 再度即将再度达正了 至于这一波7月份 手中很多套牢电子股的投资朋友 关于个股的反弹关键压力价 你不要傻傻搞不清楚 好不好 套牢反弹一定要处理 好不好 你不要自知不理 如何处理 今天立刻拨电话进来 这一份资料 好不好 是张老师我们研究团队 花了很大的心血 整个筹码的结构 泄露天机 好不好 这是你报命的先单 反弹关键压力价 今天无论如何 拨电话进来 跟上我们操作的脚步 非常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